第八章 阴谋 因为画画 我每天下午都不去上学 每天早晨 我都跑到妈屋里玩木偶 舞妈来帮妈梳头 妈也帮她梳 我喜欢看他们梳头 因为我喜欢听他们讲从不跟孩子说的家里的人和事 有时 舞妈让妈读用口语写成的广东民谣 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 还能跟着唱 妈的声音非常好听 唱起来好像清晨流动的小溪 她一遍遍地唱 使人如醉如痴 一个夏日的早晨 我像平常一样来到妈的屋里 用人放下窗前的竹帘 阳光透进竹帘 投下淡灰色的暗影 历史使人感到屋里凉爽一人 清风吹拂 金色的阳光洒满整个房间 妈点燃几柱香 插在慈佛像前的香炉里 烟雾缭绕 香气飘散 我妈拿了一把象牙梳子 挣给妈梳头 她那纤细的手指也像象牙一般白细滑润 妈和尚书 说 我问你点事 你知道大姐和大姐夫为什么突然决定来 我也在琢磨这件事 我猜他们一定有什么原因 我问过冯怡 她昨晚上告我的 说这又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五妈说阴谋时说得很慢 这可能是她新学的一个词 不知用的对不对 可又乐意用 如果小六参合进来 准有好戏看 等着瞧吧 妈说的小六是指六妈 我看这出戏不好唱 冯怡说小六比三妈还精明 这事肯定挺要紧 她猜这是个长远的打算 小六准备把她儿子带回来 让老爷认她 老爷会让她这么做 她能让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跟她自己的孩子在一块 她要是不在乎 才恶心呢 要是老爷不同意 她准会跟她缠个没完 她知道怎么对付男人 据我所知 还没有男人 不上她的当 三妈能干嘛 她会不吱声 她现在只认钱 只要拿到钱 就算耗子吃了猫 她也不在乎 她不再关心老爷 她那位心相好 比老爷俊多了 五妈露出嘲讽的笑意 她瞧不起三妈 她在家里什么都不管 两个女儿发高烧 她也整天跟相好泡在一起 我昨天才知道 她说要让她答应小六回来 老爷得给她买一副翡翠手镯 一副玉手镯 你跟我什么都得不着 我们才不干呢 反正我什么也不要 无功不受禄 妈说 俗话说 大人不计小人过 五妈爱用谚语 我看老爷不懂 水倒的次数多了 茶就没味了 妈说 信不信有你 我敢说 小三一定为奸儿的事后悔 她愿帮小六寒称咱们 但她从不向仇人认输 我们不是她的仇人 小六是 她到时肯定得跟三国里的周瑜一样 本为安邦灭迪计 陪了夫人 又折兵 五妈说 我有点明白阴谋的意思了 我看过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戏 我想六妈这处戏一定挺好看 而且我学会了一个新词 阴谋 妈注意到我在听他们聊天 对我说 小时 可别告诉别人 她不会向外传的 她又闲静又老实 五妈最偏爱我 过了几天 学校放暑假 姐妹们都待在家里 五姐提议 采些指甲草 揉碎 然后涂在指甲上 过几小时 手指甲就会变红 几个月不掉 我们刚染完指甲 爸就让余人叫我们到客厅去见大姐和大姐夫 这下糟了 指甲还没干呢 去看他们得把手洗干净 好不容易染了半天 洗了多可惜呀 张妈出主意说 我看呐 你们洗一只手就行了 大姐又不会握两只手 都洗了 确实可惜 因为大姐是三妈和六妈吵过架之后来的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只洗去一只手指甲的染色 过不几天 我就后悔了 因为两只手指甲的颜色差得太远 刚到客厅外 我就透过窗户 看见一位少妇 正和爸高兴地聊着 他看到我们 便冲我们着手 他穿的衣服 非常漂亮滑贵 手上 腰间和头发上 坠满了各式各样的珍珠 翡翠 宝石 骄傲得 像鸡群中的孔雀 我静不住盯着他看 他个子不高 鼻子扁平 嘴很大 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说话时 一闪一闪的 看你时 似乎能把你从头到脚看个透 有时当你感到失忆 他会马上用动听的话语 和甜甜的微笑来安慰你 快来呀 大姐从椅子上站起来 冲我们挥挥手 我可有好长时间 没见过妹妹们了 快过来 让我好好看看你们 从他动情的身影 我们感到 他非常想见我们 我们走近他 他挨个看看 让我们自己说出名字 他大声说 爸 妹妹们真有出息 他们一个个水灵灵的 就跟花似的 说不上哪一朵最漂亮 听到她的赞誉 我们都很高兴 只有八姐显得不耐烦 待了一会儿就出去了 大姐转向我说 你就是画家吗 你是家里的画家 我一点也不惊讶 你的鼻子 眼睛 脸型 都那么像爸 我想 你一定继承了 爸的天资和写字功夫 多有福气 他双手 捧起我的脸 用热情的目光 看着我 我感到很难为情 想赶紧走开 他拉我的手时 我忽然想起 那只手染了指甲 慌忙藏在身后 别藏了 我已经看见了 我小时候 也喜欢涂指甲 那时候多美呀 无忧无虑 没人问你 晚饭吃什么 不用为婚礼 生日 送那么多的礼物 事事 只是为了 让自己快活 好像天天都在过年 人人都那么高兴 亲近 人要一辈子都年轻 不结婚 该多好啊 我不大明白 他跟爸说的 只感觉他很恋家 想回来 我刚要往外走 大姐拉过我的手 紧紧握着 别离开大姐 你知道跟你在一起 我有多高兴 你会同情我 我嫁的那家 离你有几千里地 每次接到爸的信 我都要看好几遍 信中的每一个字 我都能记下 有一次 爸写到你 家里出了个画家女儿 虽然他才学了一年 可画得跟大人一样好 他可能是秉承了 你外曾祖父的天赋 一次 我跟表弟说起小时 第二天 他就把你外曾祖父的 山水画集 送给了你十妹 这可是传家的 无价之宝 千金难买 爸 我记得没错吧 我不知怎么才好 正想离开 碰巧 妈对我说 你到隔壁屋里 去见见二娘和三娘 二娘和三娘 是大姐夫的妾 都很年轻漂亮 二娘是大姐夫 从妓院领出来的 三娘是大姐选的 因为她身体好 也许能给家里 生个儿子 他们都很高兴 来看我们 特别是大姐 他俩起初很害羞 可过了一会儿 就有说有笑 像老朋友似的了 大姐进来对三娘说 快去给我拿块 干净的手绢 别忘了 顺便把药带来 老爷饭前要吃药 别再让他错过了 我一块儿去吗 二娘起来问 你愿意就一块儿去吧 快点回来 饭都准备好了 两人孩子似的 跑出去了 大姐看着他们的背影 叹了口气 对妈说 四妈 你瞧他们就像孩子 光知道玩 待在这儿 他们可乐了 有那么多姑娘 还有个大花园 四妈 可别宠着他们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直说 他们有时还真淘气 我经常 拧他们的耳朵 吵起来 谁也拦不住 可好起来 像镖胶沾的似的 谁也分不开 你对他们真好 他们多享福啊 妈说 婆婆常说我太宠他们 她说 你对他们太好了 他们都觉得跟你一样了 记着点 妻妾 毕竟不同 我说 我才不在乎呢 只要我认为自己做得对 他俩刚满十五岁 若不是为家里人不挨饿 也不会给人当妾呀 十五岁 还是个孩子 你对他们像妈妈一样 他们真有福 五妈说 晚饭时我见到了大姐夫 她二十五岁 为人敦厚 带人热情 像出自名门贵族 无论何时见到她 她脸上总带着笑意 她对妻子一往情深 并十分尊重她 她说什么都依着 她看上去 并不关心这两个妾 她们在她眼里 似乎不重要 她也从不在旁人面前 对她们表示亲热 有一次 我听见 她让二娘 去给她拿什么东西 二娘皱着眉说 让三娘去拿吧 我快累死了 她像父亲对孩子似的 哄着三娘去拿 三娘抱怨说 你怎么不让二娘去 你明明知道我身体不好 想让我出丑怎么着 到哪儿 她们觉得